富兰克林·罗斯福自传 三,停不下来的脚步 六,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朗读者友谊 六,三个人的晚餐 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 英美两国同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共同对德国作战 1942年1月1日 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 表示要全力对抗德一日法西斯 这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形成了 当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伟大胜利以后 如何协调行动 共同作战就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 1943年11月下旬 我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先后决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一次会晤 共同商量对德作战的军事问题 11月27日我由开罗菲迪德黑兰出于防范不幸的意外的考虑 斯大林邀请我搬到德国使馆区一幢小别墅居住 迈克尔·赖利手下的白宫特工人员和苏联内务部的人员共同担任警戒任务 我于次日下午三点从美国公使馆搬到新住所 一刻钟后 斯大林前来造访 他穿着苏联大元帅的卡基制服 一身绿色军装 胸前戴着列宁勋章 看起来高大威武 进了房间后 我握住了他伸出来的右手 向他质疑 斯大林在对会见我表示了愉快的心情之后 说他应受责备 因为军务机身 以致拖延了这次会见 随即两人就第二战场 战后商船转让 远东时局 法国问题以及印度问题交换了意见 谈话期间 斯大林听说我喜欢吸烟 就特意准备了烟盒请我吸烟 我笑了笑说 还是习惯抽这种烟 说完我掏出自己的烟盒 从里面取出一只骆驼牌香烟 我好奇地问斯大林 怎么不见他那只大名鼎鼎的烟斗 他说医生让他尽量少吸烟 今天为招待贵宾专门准备了香烟 所以就没有带烟斗 如果我想看看他 下次一定来 我听翻译官翻译后 很认真的点头赞同医生的建议 少抽为好 会谈持续了四十五分钟 很多时间都花在艰苦的翻译上 我最后表示乐意住在这里 因为这样我就能经常有机会 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他会见 我们谈完后就前往大使馆的会议室 参加德黑兰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会议开始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赠件仪式 丘吉尔代表英国国王向斯大林赠送了一柄剑 这把香满宝石的剑被乔治六世命名为 斯大林格勒之剑 它凝聚了英国人民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的敬仰 对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苏联人民的敬仰 赠件仪式结束后 德黑兰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始 我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做了开场发言 首先欢迎苏联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新成员 其次对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的推举表示感谢 我希望会议能在真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整个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二十分钟 我们三个人主要就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斯大林对美英一再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表示不满 丘吉尔则希望不要确定固定的时间 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地中海作战计划 两个人相职不下 我则充当着调解员的角色 11月28日晚我在赞住的别墅中举行了晚宴 除了斯大林丘吉尔之外 我还邀请了美英苏三方到会的其他政府和军事人员 为了让宴会气氛更轻松和更融洽 我亲自为客人们调制鸡尾酒 晚餐后丘吉尔斯大林谈了波兰问题 谈到波兰问题时 丘吉尔把三根火柴放到桌面 代表苏波德三国 将波兰的疆域向西边的德国扩展 从德国得到东边失去的土地 斯大林很满意 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客人们都离开后 作为随从官员的艾利奥特 向我说出自己的担忧 爸爸 这别墅里的服务生都是苏联内务委员会的人员 我们可能被监视了 我并不担心 反而这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我们真的被监视 他们就会明了 我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诚意 这样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第二天在我的支持下 美英苏三方代表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 同28日的会议一样 争论的焦点还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 尽管我和丘吉尔已经表明会在明年展开行动 但斯大林还是认为我们没有诚意 我则相信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把全部心思放在策划自己构想的国际机构上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妥协 丘吉尔还在坚持自己的军事计划 没有意识到这个计划 或许会导致同盟国的分裂 当日的晚宴 有斯大林主持人们尽情狂欢 气氛非常的热烈 斯大林提到苏德战争中德军带给苏联人民的灾难 并且带着开玩笑似的口气说 一定要严厉的惩治德国 枪毙掉五万名德国军官 尽管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知道斯大林在开玩笑 但是丘吉尔却很认真的说 英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容许发生这样的暴行 不管他是不是纳粹 都应该由法律来审判 而不是被刑刑队处决掉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反应有些意外 但好像并没有改变立场 必须要枪毙掉五万 丘吉尔非常气愤 一下子站了起来 我宁愿你们把我拖到后花园 一枪子把我毙了 也不愿意让这种暴行玷污我和我国的荣誉 我觉得有些无奈 在这两天的会议期间 似乎调解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各种矛盾 已经成了我的职责 看看像小孩子一样闹别扭的两个人 我大趣的说 我想枪毙掉4.9万名德国军官就行了 僵硬的气氛缓和下来 不过宴会还没有结束 丘吉尔就一个人走进隔壁的空房间 斯大林带着翻译跟了过去 伸手拍拍丘吉尔的肩膀 丘吉尔转过身来 看到是斯大林有些意外 斯大林冲丘吉尔微笑着 让翻译官解释那关于枪毙五万德国军官 只是玩笑话 从来没有考虑过那样的事情 丘吉尔有些感动 他后来对我说当时的心情是 假如斯大林愿意的话 他能够变得很有魅力 他的微笑让人倾倒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此刻能够有这样大的魅力 丘吉尔和斯大林又回到晚宴上 我假装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开始赞颂大英帝国 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并给予老朋友丘吉尔很高的评价 11月30日下午4点 美英两国为开辟第二战场制定的霸王行动 确定了日期和策略 签署秘密作战计划 即苏美英三国德黑兰总协定 规定霸王行动和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 于1944年5月同时发起 届时苏军将在东线发动攻势 以阻止德军由东线向西线调动 斯大林同意苏联到时候在东线发动攻势 配合该行动的顺利完成 我表示会在近期内任命霸王行动的负责人 会议气氛轻松愉快 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剑拔弩张 这一天的晚宴在英国大使馆举行 由于正好是丘吉尔的生日 所以规模比前两次的都要盛大 餐桌上装饰着英格兰风格的桌布和竹台 摆放着大大的奶油蛋糕 还整齐地排列着闪闪发光的银制器皿 人们的心情在烛光中柔和起来 因为已经举行好几次宴会 三方的随行官员和代表不再生疏拘谨 彼此随意地攀谈着 丘吉尔坐在我和斯大林的中间 愉快地接受两个人的生日祝福 12月1日的会议主要是谈论分割德国问题 斯大林赞成丘吉尔之前的建议 同意波兰往西扩大疆域 三个人都认为战后应该分割德国 以防止德国法西斯的复辟 但大家在分割方式上意见却不统一 我主张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 划归成两个地区 丘吉尔主张将普鲁士独立出来 其他地区组成多脑和联邦 斯大林主张分割的应该更零散些 这样才能够彻底杜绝 德国军国主义的再次复苏 我觉得斯大林说的有道理 很认可他的观点 12月1日会议结束时 发表了德黑兰宣言 宣言指出 苏美英三国已经议定关于消灭德军的计划 并以就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 商量完全一致的协议 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参加对德作战 并欢迎他们参加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 会议还通过苏美英关于伊朗的宣言 宣言承认伊朗在对德战争中所做的贡献 同意给予经济援助 并赞成伊朗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当晚斯大林再次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晚宴 德黑兰会议落下帷幕 在永恒不变的匆忙中 1944年大选悄然而至 自德黑兰会议以后 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 我曾写信告诉我的朋友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责 进行这场战争 我会像一个在火线上的士兵一样 无权退下来 就我自己来说 我不再想竞选了 到明年春天 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但是读着一封封来信 我内心波澜难平 一份请愿书上说 我们知道您很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让您退职 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内心 信中写着 当前世界忧患重重 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 上帝将您放在世上的这个地方 就是让您做我们的北斗星 我放下信件陷入了无尽的沉思 战争胜利的曙光已在前 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 诡绝莫测 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我有义务给美国民众一个持久的保障 我也有责任带领民众 让祖国在世界民族的舞台上声名远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